基本上呢 它裡面有相關的說話 不過這一題基本上 它的難度 各位可以看到 在上面這邊 它是落在難 表示說這一題其實難度還蠻高的 那這一題的總共會有三個 三張投影片 那三張投影片有三個效果 我先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它做出來的這個效果 大概長這樣 DEMO一下 第一個它能夠做出的第一個動畫 這個只是播放顯示出來 這個是第一個的動畫 那它這個地方 第一個要考 就是要讓各位學會的第一個動畫 第一個動畫就是當我點選這個紅色的按鈕的時候 它要顯示出什麼 這個 這個位置出來 日月談在哪裡 在台灣的這個位置 點選 那它這個時候呢 當我點一下那個 黃色的那個 橢圓形的時候 它會跳出這個訊息 告訴你說 日月談的就在這個位置 這個是第一張投影片 那關鍵就是說呢 當我按一下 按下這個 橢圓形的時候 要顯示 這個區塊 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圖形出來 這個 這個 等於日月談的一個 進一步的說明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它要能夠做到哪一個效果呢 這個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日月談的 那日月談呢 假設你要搭船的話 這邊底下有個出 出航的路線 從什麼呢 水色碼頭 最後呢 又回到水色碼頭 OK 這個是動畫二 這個 我想如果 將來 如果你需要 做類似的效果啦 只要底圖 然後在上面做一個圖啦 有沒有 有點像 這個用來做一些 旅遊的簡報 我覺得效果還蠻好的 所以這第2個 第2張投影片 好那切過來 OK 那切過來 它這個切換效果也還蠻酷炫的 OK 那再來的話呢 剛剛是空間 敘述一下 再來就 時間 總共全程要1.5個小時 繞那個剛剛 那不過 它底下有說明啦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這個動畫需要做什麼 這邊的動畫就是讓時鐘 這個有時針跟分針 如果我希望這個動畫 當我點它一下的時候 這個時針跟分針 它會按照陀螺轉 其實在動畫裡面的陀螺轉 能夠利用陀螺轉的方式呢 幫我轉動這個時針跟分針 然後點一下給各位看 這個當然有個圖 旁邊有個圖也會顯示 你會發現時針 有沒有 分針 當分針轉的時候 這個動畫也會跟著轉 那告訴你說 這個全程1.5個小時 好那這個 第3個動畫就是 如何讓這個時針跟分針 當你點選的時候呢 它也能夠自動轉 OK 所以 這個部分的話 大概跟各位說明一下 總共會有3個簡報 那3個簡報的話 當然第1個 請各位一樣 開啟那個 我們練習檔 那打開來的話 裡面一樣會有3個 只是說呢 這3個 剛剛那3個動畫 就是要 要你把它做出來 怎麼把它做出來 第1個點 這個橢圓 把這個跳出來 那 題目的話呢 這邊有說明 那分別就是說 第1個 設定投影片1的 文字跟動畫 那他這邊有一些什麼 將月潭的文字轉成直的 本來是橫的 改成 改成直的 那再來就是 設定 群組3動畫 其實群組3就指的是這個 這個詳細的 裡面的內容 動畫是由什麼呢 黃色原點 所觸發 就是按下那個黃點 自動把這個 這個 畫面給顯示出來 那第2個就是說 設計那個 投影片2 就這一個 這個的話呢 他這個有個舵 這個舵的話就是 讓他可以用跑的 那這邊的話有個功能叫 制定 制定路徑 路徑你可以制定一下 然後他這邊也相關說明 平滑開始 平滑接觸 總共跑完剛好10秒鐘 那最後的話 設計什麼 投影片3 主要是怎麼樣 時針跟分針 讓他可以轉 主要是利用什麼 陀螺轉的那個 強調動畫 可以做出來 其他的話有相關細節 我想各位先把這個 檔案 先開起來 那試著做做看好了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第一個動畫是當我點這個橢圓的時候 顯示 這一個東西出來 所以第一個請你先點選 特別注意 如果說你今天要點選他 由 這個橢圓 所觸發的話 你先把這一個 詳細的內容這個先選取 再來做什麼呢 再來切到動畫 這個也是動畫的一個部分 動畫裡面 特別注意 1先選取他 2切到動畫裡面有個 觸發程序 那所謂的觸發程序 就是說 這個東西什麼時候顯示出來 那你會特別注意 這邊觸發程序裡面 會有個當按一下什麼 橢圓2 其實橢圓2就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那個 黃色的圈圈 也就是說 當我按下那個黃色的圈圈 這個東西 就會彈跳出來 OK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邏輯 把它點選 觸發程序就可以了 把它點一下 好 這樣子的話 就完成了 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動畫 那你如果要試這個效果的話 你可以 把它先 投影片把它放映一下 確定有沒有OK 點它一下 看看會不會出現 出現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只要找到功能 任何地方都可以點一下 把你要再顯示的東西 再顯示出來 OK 這個是 第一個動畫效果 那題目裡面當然 裡面還有什麼 把那個月潭 把它變成垂直 月潭垂直怎麼做 常用裡面有一個 就是文字方向 把它改成垂直就好了 原來水平吧 改垂直就好了 OK 所以你可以先把文字方向改一下 然後點選 記得這個框框 再來什麼 動畫裡面 找到觸發程序 由誰觸發呢 由 橢圓二來觸發 那你想說這裡面有這麼多名稱 你搞不清楚怎麼辦 動畫窗格 更正一下 你可以找到那個常用裡面 有一個叫選取 這個叫選取窗格 在選取窗格裡面 你只要點選任何 群組3 其實就是這一個 那橢圓二是哪一個 它會告訴你在這裡 用什麼方式告訴你呢 它會有一些空點跑出來 從這邊也可以看到 我是用 選取裡面 的那個選取窗格 OK 第一個 就是 這一個 由 這個原點 觸發 這個是動畫一 動畫二的話 也非常簡單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讓 這一個 這個窗 它能夠 隨著我要 的這個路徑去跑 接下來 特別說 一樣動畫 動畫裡面呢 請你切到這個動畫裡面有個叫 自訂路徑 對不對 所以 選取那個 那個 那個 第二個的話 自訂路徑 點下去 再來的話呢 接下來從頭 記得點放 從這邊點放 點放 不要點 點放 沿著這個虛線 怎麼樣 點放 這個弧 你就慢慢點 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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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後把它繞一圈就對了 我大概把它繞一圈 因為這個 這個 這個 只要不要繞歪了 OK 回到原點 快點兩下 有沒有發現 它就跑了 有沒有 所以第一個的話呢 你就用自訂路徑 第二個的話呢 當什麼時候開始按一下 就是我點一下那個 簡報 這個投影片的時候 那期間的話多少時間呢 那這個 題目裡面是要我們這個期間是總共10秒鐘 然後平滑開始 2秒鐘 平滑結束 2秒鐘 所以期間呢 10秒 所以把這個改成10秒 所以它預設是2秒鐘 改成10秒 然後呢 這個地方 你點它一下 那你可以這邊 預覽 可以用什麼 動畫窗格 那這邊可以 播放一下 你會放在10秒鐘 不過它平滑 你想說平滑 2秒 結束也是2秒的話 那這個效果在哪邊設定 特別重要 它功能 躲在哪裡呢 動畫窗格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動畫的 這個地方 它有個小箭頭 請你點選這個效果選項 效果選項裡面呢 就會有個平滑開始 原來是5秒 請你把它改2秒 結束的話呢 改2秒 就這地方 OK 它機關是躲在哪裡呢 躲在動畫窗格裡面的 這個箭頭 的那個效果選項 你就把這兩個 改一下 這個部分的話 第二個動畫 我們就完成了 所以將來 你其實很多地方 像這種地圖的導覽 假如說你希望讓人家知道說 那個路徑 像比如說你如果將來當導遊 或者你帶人家出去玩的時候 你可以先做個動畫 告訴他說 我們第1站到哪裡 第2站到哪裡 OK 所以這個是第2個動畫 就是有路徑 那第3個的話呢 這個難度又更高了 那特別注意 當然這裡會用到一個動畫 叫做陀螺轉 有沒有看 陀螺轉 不過你會發現這個陀螺轉有點怪怪的 什麼 就是 他那個中心點 中心點好像不在那個應該要的地方 所以我們需要做什麼事呢 先把那個 這一個 這一個 10針怎麼樣 做一個動作 因為題目裡面有講 利用那個採檢功能 把10針有沒有 的長度 他原來是 1.4 把它變成2.8 為什麼變2.8 就是讓他延伸 再利用那個 陀螺轉的時候呢 才會是轉正確的 所以我試一下 看看 這邊都按滑鼠右鍵 那採檢功能其實是躲在大小極位置的上面 上面的採檢 採檢位置 大小極位 大小的上面 這邊記得把採檢 採檢為 2.8 他原來是1. 他原來的 高度是 1.5 其實就是多一點點 變2.8 那這個主要的用意是說 按 關閉之後 各位有發現 下面凸出來 一小塊 可是這一小塊 並不影響他原來的 有沒有 他其實就是多 這一塊出來 那這一塊要做什麼 主要是陀螺轉 剛好變成中心點 所以這邊的話 第一個 把它採檢之後 讓他的長 高度 增加 這個時候如果你在利用那個什麼 陀螺轉 來試一下 你會發現 有沒有 他會剛剛好在中間了 所以採檢的用意 是讓那個陀螺轉 可以有個中心點 不然的話轉起來怪怪的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一樣的道理 把那個分針一樣 做什麼呢 一樣做那個陀螺轉 本來2.8 那個底下這個採檢一樣變成 5.8 所以按右鍵 這個大小級位置 把那個採檢這邊改成5.8 其實就是大概3.1再多一點點 按關閉 所以時針跟分針 那這個是 這個是索羅轉 這個是分針的部分 OK 好 不過特別注意 因為我們要1.5個小時 那請問 如果我轉1.5個小時 時針應該轉幾度 其實就是什麼 如果你一個小時的話 就是 360 360除以12嘛 所以這個應該是30度嘛 對不對 那如果再多半小時的話 那就再加15度啊 所以基本上它就轉45度 那分針轉幾度 他應該繞一圈 再繞半圈嘛 所以是360 加上180嘛 所以說 540 這是一個簡單的算數 重點不在這裡啦 不是考你數學 是說這個 如果你要把這個效果做出來的話 第一個 請你先點選什麼 這個時針好了 我們針對這個時針做什麼 做那個動畫 哪個動畫 1 先陀螺轉 OK 第二個的話呢 當什麼時候出現呢 題目裡面有說到 就是當什麼呢 與前動畫同時 與前動畫同時 那特別注意期間是多少 5秒鐘 所以你這邊的話呢 把它改成5秒鐘 那5秒鐘要轉幾度呢 5秒鐘 OK 好 那把它 把它播放一下 動畫窗格叫出來 你會幫你轉 但是它轉太多了 所以怎麼辦呢 特別注意喔 我們如果要設定 它轉的分針 只能 時針只能轉45度的話 請你在哪邊修改 這個 旁邊有個箭頭 效果選項 裡面的話呢 有一個什麼數量 它預設是360度 怎麼辦呢 改一下就好了 有沒有 制定啊 改成多少 時針應該45度嘛 所以把它改45度 然後順時針不動 按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個比較麻煩 制定之後 記得最後按個Enter 因為它這個地方 不能夠跳出 按Enter 它才會變45度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來試一下 時針是不是 轉45度 一個小時 沒錯 它就轉 慢慢慢慢 5秒鐘 轉45度 停了 OK 那一樣的道理喔 如果說我的這個分針要轉的話 一樣 用什麼 陀螺轉 然後轉幾度呢 總共時間 總共時間是5秒鐘 那一樣是接續前動畫 這邊是 跟這樣 與前動畫同時啦 因為同時嘛 時針跟分針同時轉 那轉的角度 記得就是 一樣是效果選項 把這個時間呢 轉 幾度呢 就 一圈嘛 360 一個小時 再半個小時 再180 所以輸入 540 記得喔 540 輸入完之後 一定要按Enter OK 它就會變成540 這個Enter 非常重要 因為之前有同學 沒有按Enter 效果就做不出來了 我們來播放 一次給各位看 基本上這兩個要同時啦 所以喔 1.5個小時 有沒有 時針 分針同時轉 剛剛好 一個半小時 OK 好 畫面還給各位 那今天的話呢 就是做完 這三題 不過今天好像講的進度有點 太多了 呃 我先做啦 OK 那 剩下一點時間 還有15分鐘下課啦 那 第一類大概我想 因為 多媒體簡報 其實不是我們 是我們的 課程 一個部分 但是 我想 可能我 不會 我覺得這東西很重要啦 但是 重要性也許沒有後面Excel的那個 部分來的重要 所以我們今天用比較快的方式 跟大家介紹一下 尤其是那個動畫的部分 動畫的部分 所以請各位今天就是把那個 我講的這三題 最後 寧存新檔的時候 名稱 請你改成 104A 106A 跟110A 好 謝謝 好 謝謝 谢谢大家